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金枝玉叶是一种非常好养的植物 这种植物在养护的过程中 几乎不用去管理,堪称懒人植物 朋友们种到盆里以后就能够正常地生长 我家里这一盆金枝玉叶是今年春季的时候自己扦插的 现在长的状态是非常漂亮的 近期一直没有管理上,长出的状态比较杂乱了 今天对它的枝条修剪一下 观察了一下这三颗金枝玉叶 做造型还是非常不错 修剪时尽量不要让 它的筋干上长侧芽 如果发现有侧芽应及时修剪掉 以免影响它形成老妆 主干的侧芽剪掉就可以 朋友们看一下 这棵是个三角叉 分别长出两个枝条 分叉上的叶片就不留了 这些叶片给它剪掉 金枝玉叶这种植物可塑性非常高 朋友们在定型的时候可随心修剪 修剪完成以后 只要是我们的养分水分充足的 用不了多久它就能够长出非常好的状态 不必害怕 定型时过度修剪会对它造成伤害 这是不用担心的 你放心的修剪就行 看这几棵状态非常不错 过两天给它们一下盆 这三棵在这盆里生长会受限 这三棵已经修剪得差不多了 现在是不是像苍老古树的状态 这样让它去生长就可以了 再过半个月的时候再修剪一次 基本就成了我们想要的造型了 那时候就非常漂亮了 我们剪下来的枝条 还可以扦插成活 先把枝条晾上两三天 待切口部位风干以后 直接插到花盆里就能够成活 这两个枝条非常漂亮 可以扦插的 其他这小的就不要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些 谢谢